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有时我看到听众的留言,有些提笑皆非 譬如他们很喜欢说,为什么你又不敢说什么什么的新闻啊? 你怕什么啊? 我听完之后觉得挺好笑的,怕什么呢?是事实的就说吧 他就说这个拜登的儿子肯特拜登就被判很多行的罪名成立 你应该说一下,你是不是不敢说啊? 你想我怎么说呢? 说一下美国的司法真是公正,真是天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 总统的儿子又怎么样?一样可以被判有罪 还是拜登说,声言说不会特赦的儿子? 这是苦肉计来的 这次就是这个胜选的一张王牌 你想我怎么说呢? 稍后再说 各位,今时今日你还可以自由上网 但是现在有,不代表永远都有 虚拟私人网络VPN是今天上网的必备工具 介绍我用开的NordVPN 它可以保护你的私人,隐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个国家 总共有5400个服务器 自伏器 没有人可以追踪到你在哪里上网 也不会影响你上网的速度 一个户口全家大小可以6个设备一起使用 用底下这个网纸,关键词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不满意的 可以全数退款 向你推荐 挺好用的 肯特拜登的三项罪名被判罪名成立 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前的事 但是在美国仍然很多人讨论 究竟对这个老拜登的选情有什么影响呢 建安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几样东西的 第一件事就是有关于他这个藏有这个枪支 藏有手枪 2018年买一把手枪的时候 背景审查 说自己没有吸毒 其实他已经是有严重的 可卡因的毒瘾 他断正的就是他出了一本回忆录 亦都有一本回忆录里面有声书来的 去朗读自己的有声书 就说呢承认了是15分钟就要吸一次可卡因 还有呢就有 由于酒啦又这个就是性上瘾的情况 中情酒色 这个成为了这个控方的政改 那三项罪名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向联邦授权 售枪的这个业者 说 说谎 背景审查里面做虚假陈述 藏有不法得来的枪械 加起来的罪名呢 可以入狱 25年那么多 不过这个是最高刑罚而已 不过呢就可能是因为 法官考虑到是初犯 未呀未判刑的 不知几时判刑 这个呢就是 大概可能会判入狱呢 15至21个月 除非法官有其他考虑 这样 那么 老弊登呢就 其实很疼这个儿子的 他的家族都很多悲剧的 很疼这个儿子 那么也都呢就 他太太啦 就是第一夫人呢 也都是去每每审讯的过程里面 几乎每一天都去旁听的 那么你看到是 老弊登知道消息之后呢 也都被判有罪啦 是在6月12日的时候呢 就出发去意大利 参加这个G7的峰会 之前呢就去极家乡 他亲自去支持肯特 但是就最后 罪成之后呢 就拜登总统就说到明 我不会特赦他的 如果从权力来说呢 从权力来说呢 总统有权特赦 所有的这些罪犯的 可以有权的 我记得特朗普上场之后 讲上一个任期啦 应该是临卸任 还是上任之初 不记得 他特赦了很多他的亲信的 你知道他的亲信的啦 老老教教 很多都是被控的 最后都是特赦的 他是用手上面 很多总统都是这样 用手上面的最后的权力 去特赦 就是你知道 希望可以投筒暴力啦 但是这个呢 就是正正因为是拜登的儿子 那就是说到明就不特赦了 那 怎么解读成件事呢 这样 有一个说法 就是 美国的司法真是很公正吧 是吧 就是王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 在这个众目攀攀下 你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去阻止 你阻止法 就是这个执法人员 或者阻止检控当局 阻止司法 你知道啦 就是美国三权分合 就是你即使你有权 总统有权 去左右这个行政当局 你知道 执法当局 和检控当局 都是行政当局的啦 是吧 去做这件事 你都不能去干预 司法当局的判决啦 是吧 那所以 拜登总统呢 就是非但没有阻止 这个警方的调查 也都没有阻止 司法部对他的检控 就是说是 地方的法院都好 也都没有妨碍 这个法院的判决 那最后呢 他唯一可以剩下来的 就是 运用他总统的权力 去特赦他的儿子 他都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 如果从 顺从政治考虑的话 大家都看着你 你个儿子 断正的 他在他自己的有声书 他的自转里面承认了是有吸毒的 但是他买枪的时候呢 就是隐瞒了这个背景 因为有吸毒的 就是 你知道民主党一直都是 管枪的 是吧 很多人 有些前科的 或者有其他的 比如说你是 有吸毒啊 或者有其他的病啊 就不让你买枪 民主党一直都是这个政策的哦 主张 你个儿子有事你就要特赦他 不行的吧 这个就是美国 三权分纳 的一个重要性 即是法院呢 我不管你是你个儿子 还是你老爸 有罪就有罪 没有罪就没有罪 这个很重要 当然你说美国有没有冤育 美国当然有很多冤育 是不是 英国都有冤育的 坐完之后发现到 咦不是啊 那时候没有DNA的这个 这个科技现在有啊 发现原来真的是冤育啊 拉错人啊 有的 尤其是那些 被黑人被判重刑那些 时不时都见到不少的冤育 因为有种族歧视 你说但是这一件事 在众目睽睽底下 拜登当然 不敢做任何事啦 是不是 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好 那另一个说法呢 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就说他就遮住 这个亨特拜登这件事 为好恩而已 用来这个转而视线 还是什么呀 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呢 他说这个 拜登 是一个犯罪家族 很好笑 说是一个犯罪家族 特朗普就说 审讯的目的是要分散对拜登 犯罪家族的真正罪行的注意力 说拜登在中国 俄罗斯 乌克兰赚取 数以千万计的美元 唉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 这个特朗普永远是顺口痴黄 那些人 完全拿不出证据 很多假新闻 尤其是那些 讲普通话 那些KOL 很喜欢重复 这些假新闻 在当时 特朗普对 拜登的选举里面 大家有争拗 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由那边 出来 由特朗普那边出来 大家就重复 好像英武鱼舌那样 是的 是真的 那个点票机 是作弊的 是有问题的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那人点票机公司 告拜登的团队 传出这些消息出来 诽谤 OK 要赔很多钱 我不知今年 未来11月的选举会不会是这样 我觉得华人的那些 讲普通话的KOL 我觉得有时都挺可怕的 完全是没有任何的查证 就来了 好了 亦都有我说法的 拜登为什么不特赦他的儿子 他真的很残忍 宁愿他的儿子坐牢 他也要在 选择的劣势下 用这件事来说好 拜登家族的故事 去博同情 如果你要我说 亦都有一个 背后的阴谋论 但当然是很牵强的 拜登的家族其实是有 很不幸的悲剧的 大家都知道 他的家人其实 他经历 有丧妻 有丧女 亦有丧子之痛 大家都知道 如果看回这些资料 拜登做参议员 这些资料 已经是 因为一场车祸 他的第一任太太和女儿在车祸上瘡 然后 他就跟 另一个儿子 一个大儿子和亨特 三个人相以为名 他经常都要在华盛顿 坐火车回去看儿子 但是 他的大儿子 在2015年的时候 因为老生癌症 小小 现在只剩下个小儿子 其实他很想 他很想个小儿子 出人头地 不过他小儿子真的不争气 亨特 真的不争气 靠着拜登的名字 老爸做参议员 然后做总统 希望这样去 上位 亦都 用拜登的名字 去谋取很多的利益 很多的利益 当时 因为 亨特 已经 吸毒了很久 很久了 因为他是要 在 做副总统的时候 亨特 最后人熟知的是2017年 拜登做副总统的时候 亨特做华府的税客 委任为胡克兰天气公司的 董事 因为他老爸的关系 所以特朗普 在任的时候 就说要查康特 甚至就是向 当时的总统赞联斯基 也是现在的总统 去调查 因为这样 用这个外交的 压力 用美国的压力 要赞联斯基 去调查康特 后来就 觉得 因为是要对付政敌 于是跟他 与他专门 被这个国会的众议院 第一次通过弹劾 好了 这次 我最后的 想依靠的或者寄忘的对象 我的小孩 最后都是这样 但是我 毫不姑息他 虽然我是很爱他 虽然我是很 支持他 所谓支持他 就是说 什么呢 我支持他 不是支持他吸毒 不是支持他 虚假声明 隐瞒自己吸毒的背景 他是支持他去戒毒 他希望他 我想做爸爸也是这样 希望他 浪子回头 希望他改过自身 我希望 可以继续去 支持他这件事 不过 他犯了法 他被判有罪 最后要坐牢 他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那会不会 会不会有些人说 拜登会因为这样而得到国民的同情 所以就将 这个选情可以扭转呢 因为 很多的民意调查 虽然 两党的primary 就是这个初选都没出来 很多的民意调查 都是说拜登是 民望是输给特朗普的 会不会因此而弹毁一成呢 没人知道 我都不知道 这个 我都不能够 断定 是不是等于这个 说好拜登家族的悲惨故事 就等于可以 令到他有机会 扭转这个劣势 不过 如果你问我 整件事我怎样看 我觉得很简单 其实这些罪呢 有这个说法就是 隐瞒背景 买枪啊 其实最好笑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少个政客 包括共和党很多的政客 或者他们的亲朋戚友 或者很多美国人 简单来说 都是这样的 在 官方来说 在检控当局 在执法当局来说 都是 很轻的罪名 甚至有些人不告 就是 枪管这件事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争议呢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 身家很清白才能买到枪 那些人觉得 我买把枪来 自卫 谁人自己没有事 谁人自己不会一身有事 谁人没有前科 是吧 如果这样就是有罪的话 你不就个个都犯罪 不行的嘛 很多人现在 有些 TOL都说 如果这样就是禽兽不如 个个都禽兽不如 不是吧 这是很轻的东西 一般是不会告的 根据一些 传媒说 一般都不会告 正如 特朗普 就是那个所谓 掩口肺 给这个 色情片的女主角 这些东西很厉害 一般都不会告的 特朗普就 不停地说 这是政治迫害 是吧 我不知道 在拜登任 就是做总统的时间 他的儿子被起诉 那算什么呢 算不算是政治迫害呢 用特朗普的说法就是 这个要分散你那个 犯罪家族 的注意力 你找个人出来 就是祭旗而已 他是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是怎样的 你连他的儿子也牺牲 因为自己 要隐藏自己的罪行 就是这样 特朗普你才说不都行 说完之后他又不用负责 我说一下而已 是吧 他不用有什么事实根据 对选情的影响 我没办法 预测因为 变化很大 比如早前 美国 派警察 进去 不少大学 包括哥隆 给大学去清场 因为那些人是占领了校园 支持巴勒斯坦 支持这个 要求 或者是 想逼令 以色列 不要再炸这个袈裟 又或者要逼令校方 不要跟以色列的 这个财团有任何的网络 于是就 接兵了校园之后 就进去 去驱散 当然 打伤不少人 当时也有个分析 就说拜登大事 因为 年轻人 其实都很久都看着拜登不顺眼 因为他太老 对吧 很多传闻 不过都是假新闻来的 又是坐空气 那些 假新闻假到 不用这样 很多这些假新闻 都是写中文 简体字 讲普通话 那些KOL传出来的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这帮人是什么人 这帮人是什么人 是不是 特朗普的打手 其实我想知道 他已经是 年轻人已经不太喜欢他 当然也不喜欢特朗普 但是这件事就令到年轻人 更加不想出来投票 他不会支持特朗普的 不想出来投票 令到他的选票 也有损失 这样 拜登 当参议员的年代 亦都相当 支持以色列 撑得很紧 相当激进地撑 这个也是跟美国的左派 主流的以色形态 有些背道而似 这个也有除非 例如说 拜登是左交 我又觉得 把整个美国的政治简化了 怎样都好 美国的选程是变化很大的 这宗案对于拜登的选举 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我自己的判断 不会 不会很大 仍然按照主流 美国是向什么方向走 向好民粹主义的 好右的 好福音派的 好信阴谋论的 美国 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主流 的政治形态呢 当然在美国的朋友可能会 给我清楚了 我看回不同的 资料综合 看回呢 我就觉得 是的 这是一个方向 所以 我也是看差 拜登的线 尽管 我真是很贵特朗普 我很坦白 这个人信口痴黄 说得就说 私德 功德 都很多问题 尤其是在上一届 选举的时候 他明明输了 就要用尽任何方法 包吹 逼他的副总统 违反宪法 要宣布他赢 我觉得真是 恐怖得不得了 恐怖得不得了 这个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的 伤害之大 我想 无人出其有 在历界美国总统里面 如果这个人继续当选的话 美国是一个 最大的灾难 亦是对 全世界的 民主政治 也是一个灾难 这个是 我的很清楚的结论 亦都很清楚的立场 好了 这次说到这里 继续支持我的Patreon 和心智欧坏Channel 多谢你收看 再见 我会的心智欧坏Channel 也要是宣布 我会的心智欧坏Channel 不得了 我会的心智欧坏Channe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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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